你们欺骗了他们 你们在日本把历史改了 全世界许多大学里头 有二战的那些资料 还有当年的报纸都存在 人家你的学生到外国留学也看到了 不骂死你们了 你们自欺欺人 我说的他哑口无言 反驳很有力量 哑口无言 我说你欺骗外国人识听 无所谓 你欺骗你们自己的子孙 你们的子孙比你们聪明 他将来对国外会发觉到的时候 他会来修正你们的错误观念 他会来平反 他比你们高明 你现在如何把全世界这些资料统统毁灭 你做不到 这是个大笨蛋的事情 怎么可以这样做 所以说现在中式关系降到一个历史的低点了 大错特错 一方是坚决不忏悔 一方是牢记历史的苦难 那使得双方的关系自然就陷入一个僵局 好像看不到一个化解的 这个无所谓 这个时钟随着时间会有所改变 因为日本现在很痛苦 说实话他不肯忏悔 不肯认错啊 除了美国之外 他没有第二个朋友 人家都恨他了 虽然给你做生意的时候 来图一点方便的话 人家心里不服啊 心里头哪个不恨日本人呢 所以这他错误啊 比不上德国 你看德国认错 德国忏悔 现在世界上对欧盟 对他还非常尊重 这很明显的比例在世界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交不到朋友 那法师您认为在国际政治的生活中 如何化解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 还是要教学 还是要教学 还是要能理到的教学 还是教学 因为能理到的教学 在我想的时候会会普遍 因为什么呢 现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恐怖分子的压力 对 那这个怎么能化解化解呢 你要不是用伦理道德 你就化解不了 你要是用什么力量来压制 来报复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啊 哪有那么简单啊 不可以用报复啊 决定是用道德 才能化解 除道德之外 任何这个技巧什么的 手段的时候都不能化解 那么这个问题会一年比一年严重 尤其美国这个达伊拉克之后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你现在美国进入这个海关 他们现在是抽查 抽查是抽到的 搜身 衣服都脱光了搜身 这个实在讲 简直叫人家很难忍受啊 所以这样一来的时候 人家真的除非是有必要的事情 没有必要的事情都不愿意到美国去了 你给全国的人民 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不方便了 哪有从前那么美好啊 二十年前我到美国 借送的人都到飞机门口 行李从来没检查过 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什么原因 要多想一想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如何能恢复到二十年前 美国那样的社会 真的不是一种容易事情 所以现在除了这是 能力道德的教学之外 真的是想不出第二个方法 而能力道德的教学 真的在中国 欧洲这些学者讲的话没错 那就是中国这套东西 你要真正了解它这个价值 它的形成 家教 这全世界都俗活了的家教 好 那么在中国文化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里 我们就说应该更加强这样的一个教育 然后在全世界做一个更好的示范 对 一定要从本身一事以修胜为本 一事以教学为本 非常感谢建国法师 接受我们采访 非常谢谢 感谢观看